真假也讓人搞不清楚的是 臺北縣警方逮捕到一名毒品通緝犯 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四張偽造的證件 其中偽造的晶片健保卡 還可以到診所去看病 逼真的程度令警方傻眼 被押解上警車的嫌犯 是四十七年次的甘性男子 因為毒品案遭臺北跟板橋地院通緝 這一回再被警方逮到 沒想到身上居然搜出了四張假證件 相片大頭照都是他本人 不過性命資料卻是另外三個人 四張證件裡面分別有三個身份 蔡姓 周姓 以及劉姓 三名男子的身份 分別涉及了兩件的住宅切刀案件 嫌犯除了毒品外 還有切刀 詐欺等前科 魏拿著假證件爬爬罩 就是為了躲避警方查契 上面兩張駕照是他自己偽造 品質較差 但下面兩張仿真度卻近乎百分之百 尤其這張健保卡 甚至能讓他大方看病 在板橋地區 像一名綽號不祥的男子 以新台幣兩萬五千元購得 該名男子並且向嫌犯聲稱 這個所生產出來的證件 是原汁原味 包括材料等等 都是相當的真實 工程過程也聲稱說 這個健保卡 他曾經使用過是沒有問題的 假晶片健保卡 居然讓醫療系統查不出破綻 造假功力令警方訝異 正尋現向上追查 威卡集團 台北報導 照片 卻